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很时尚 但是确实又血腥十足 这个视频呢 本周点击率呢 也非常的高 而且呢 这个话题呢 也引发了很多 这个网友的关注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 大家呢 如果是非常积极地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话 可以抢到这个VIP的席位 所以呢 我们看一看 这个大屏幕上 实际上呢 大家看到 这个头像上有这个王冠的呢 就是已经抢到了 这个VIP席位的这个观众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 节目进行到现在呢 有哪些虚拟观众席的这个观众呢 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看法 和我们要进行互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位观众 其实她的提问代表大多数人 她叫Kate 她说哇 MV太精彩了 我们国家的国产武器更新换代 是不是越来越快了 咱新武器装备是不是特牛啊 这是不是从视频中 透露出来的信息呢 这个话题 我们还真的听听 我们的嘉宾的这个看法 就是我们的这个武器装备 是不是特牛 或者牛到什么程度 更新换代是不是越来越快了 哪位嘉宾愿意点评一下 就一分钟时间 宋老师吧 您先去 行 我觉得这个视频里面 它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这些武器装备 都是形成现实战斗力的武器装备 不是一些虚幻的武器装备 那么从整个征兵视频来看的话 它就是要把我们军人 这种强悍的一面展示出来 让更多的热血男儿 包括更多的在校的大学生 可以考虑到军营去报校 毕竟我是从部队出来的 我对部队还是非常有感情 而且我们也希望 作为一个男人 最好有这么一段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所以征兵视频 它只是一方面 关键的军营好不好 我相信你到了军营 你就能够体会到 军营是一个大家庭 里面的人都是多才多艺的 你未来也是一分子 嗯